大家好,我现在陈德,今天要去看小布达拉宫 那是我30年前就看到过的那个照片 今天终于找到了 票已经买好了,还是在手机上买的 因为现场买票的话会比较麻烦 80块钱,看一下门口的两个巨大的石狮子 造的还是挺好看的吧 这个里面非常值得一看啊 一进来,首先让我看到的就是两个巨大的松树 哇塞,这个松树至少三百年了 非常的漂亮 看一下这个角度的画面,雕龙画柱 等一下我最想看到的那个建筑,现在还没看到 我们继续往里面走,因为被挡住了 因为那个建筑真的是30年前就看到了 为什么那么久就看到的呢 等一下我们见到了再详细的说啊 看一下它这个建筑都是 有点像西藏那边的风格 因为它这边就是仿造那个西藏的布达拉宫建设的嘛 看一下这个大牌坊 门口也是两个石狮子 但是刚才正大门口的那个石狮子特别大 这个之前在其他地方见过仿造的 这回总算是见到这个真的了 走继续往上攀登啊 最好看的那个建筑还没看到 这个地方始建于乾隆1767年 是为了纪念它的六十大寿以及它的母亲 特地建造的一个地方啊 我们这个对面现在所看到的那个就是 那个昨天拍的那个叫 避暑山庄 后面那上面有好像是城墙啊 哇塞这个真的是很壮观 因为那避暑山庄里面特别的大 我没能全部走完 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建筑 才是我说的那个 我三十年前就看到的那张照片 只不过我现在的位置还是有点低 看不全 这个为什么我三十年前就看到过呢 那时我大概才七八岁啊 因为家里不是有那个电视 放的那个天聚报吗 天聚报它播放完了以后 省会的播放完了以后 他会播放那个每个省的那个什么 特别著名的景点 当时就讲到了陈德 出现了避暑山庄四个字 但是避暑山庄在我印象中 也就那四个字 真正有印象的就是这个画面 特别的经典 三十年前就看到了这张照片 我今天终于走到跟前了 可不容易啊 已经走到大红台的脚下 现在要开始爬楼梯了 爬到上面去登高望远 终于上来了 我们在这上面环顾看一下这周围 下面还有很多游客 正在爬山的路上 看一下远处避暑山庄的那个城墙 这个景点还是比较大的 非常值得来 走到那边去 远处看到的那个是棒垂山 我昨天还不知道 这个景点今天下午一定要拿下 这个观景台的面积 和视野效果呢 真的是特别的好 就是今天的天气啊 不够通透 昨天的话还是非常通透的 看一下这一块 这个景色怎么样 远处的那个棒垂山真的是 不知道几啊 那个等我下午到跟前去拍 会更加高清 今天那个天气通透度不够 那就是避暑山庄的围墙了 那个里面面积有三个故宫那么大 这个视野效果怎么样 青山环抱 这个看到的是金帆 然后你看一下它这个 这个台子上的这个石头 都已经被风化成这个样子了 年百多年了 居然还能保存这么完好 这个石头已经很不错了 抬头往上看一下 大红台 相当气势雄伟 这个地方也有年百多年的历史了 之前在锦州领海 看的那个小布达拉宫 我心想这边也有啊 这个才是真正的小布达拉宫 年百多年的历史了 时间也是很长的了 西藏那个真正的布达拉宫 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后来重建过很多次 所以说那个等以后再去了 今天能看到成德的这个小布达拉宫 那已经是相当的好了 现在已经走到这个里面来了 看一下 这个里面的环境还是特别好的吧 那边还能继续往上爬 我去看一下 大红台进来以后 这个里面真的是非常的大 还要往上爬才能到地 这爬的好累啊 一直在爬楼梯啊 看一下这口大铁缸 年百多年了 生了很多的秀 但是依然很坚固 关键是这个里面看到没有 好多钱啊 一块的五块的十块的 好多硬币 从大红台里面出来了 看一下它这个 乍一看像窗户 实际上都是封闭的 我们才从这个位置 看一下这个大红台里面 这个里面的建筑规模是相当的大 再环顾看一下这周围 群山环抱 如果今天的空气质量 能再通透一点点的话 那就更加优秀了 看一下对面的避暑 上面都是城墙 好我们继续往下面走吧 我刚才来的早 所以说人不多 现在我下山的时候 这个游客多的不得了 一批接着一批 又走到了这个琉璃大牌坊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感谢收看 下期见 谢谢 谢谢